不管台湾或台北呢 要跟这个国际接轨 要先把这个英文的名称统一 那么年底即将要通车的 信义县向山站怎么翻译呢 台北捷运局一个头两个大 眼间的民众就发现呢 现在有两种翻译 一个是英译向山 另外一个意义呢 变成Alphin Mountain 那么台式的英文呢 老外看不懂 台湾人也看不太懂 还以为这个有人说是 山上是不是有个大象 而捷运局球大了 这回已经决定 统一改成英译 捷运信义县即将通车 但是现在向山站 却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英文名字 竟然有两种版本 我们来到捷运东门站 地下二楼 抬头一看发现 向山的英文单字 是以向山来翻译 不过下一层楼突然发现 捷运局的英文程度 好到外国人都看不懂 Elephant Mountain 像米娃哥 台式英文台道五村 大象Elephant 加上一座山Mountain 难道是动物园导览吗 明明一般大众用语都习惯 汉语拼音直接翻成香山 不知道是谁的主意 又够久 有很多山 你不知道你去哪里 所以如果你有个名字 你不知道哪里去哪里 这个 这个 这个比较容易 Elephant Mountain 感觉就是还蛮好笑的 还蛮好笑的 对 而且会不会容易让外国人回忆 对 可能期待 他可能会期待 如果上面可能有大象 还是什么长情路之类的这样 有部分已经贴上去的啊 那当然这个一定要去改 市议员李建昌还质疑 资讯显示器 一个单价要13万多 系统资讯图贴纸 一张也要900到1800元 现在丢脸丢到国外 才紧急更换 丢的是市府的脸 浪费的是你我的纳税钱 记者李世健文宣台北采访报道